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可以知道脂肪事實上 在學術上來講 有分成比較皮下的脂肪層 還有比較腹內的脂肪 舉例來講什麼叫腹內脂肪 比如說皮九肚 皮九肚就是很明顯的腹內脂肪 因為它的皮下不多 但是肚子裡面腸子旁邊一大堆 冷凍減脂這一種儀器 它能夠檢除的事實上 是一個皮下脂肪 也就是說一般來講 如果過度肥胖 比如說BMI大於30以上的 那種腹內脂肪非常非常之多 皮下脂肪就沒有辦法靠這種機器去檢除 皮下肥後的人 比如說產後的媽媽 或是說BMI小於30 有一點點肥胖的人 它就非常適合做這種肥胸入室的療程 它就非常適合做這種肥胸入室的療程 我會跟著結寄 吝уки 全